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欠缺 暗云 或者 转折战太多遗忘 真拥好你 或者 勇敢偏意断气 情人们一呼一吸 相爱到底结局或同样 而想将你我这魔 原得更理想 如能重生好一生 不要再想 再一刻谁也要退下场 多得你再唱 多得我再唱 呼吸 太无常 每天都要退下场 你还要退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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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雪是八七年四月出生 是你和爸爸离婚之后八个月多 如果你真的十月怀胎生美雪的话 那就是说你和爸爸离婚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美雪 我看到的东西 美雪也有机会看到 我想到的事 她这么聰明 她也早晚会想到 李舍, 你也在吗? 那个女儿什么都知道了 妈妈, 到底我亲生爹爹是谁? 美雪 美雪 美雪, 早晨, 我等了你很久 我还以为你回了医院 你回去吧?一起吧 不用了, 我兒子回去就行了 不要紧, 我有车, 车你吧 不要紧, 今天天理好 我想上阿波回去做早餐 美雪 我可不可以坐下? 美雪, 我真的很想和你好好聊 我们之间的事 我不想和你 美雪是范医生的女儿 这些故事我以为电视剧才会有 那这一锅真的头痕? 头痕?范医生就说头痕 你头什么痕? 你说以后应该如何称呼美雪 叫她红医生 还是叫她范医生 你的嘴巴 拜託你不要太贱了 看着有报应 我真是害怕 我真是害怕 你知道我这些万人迷, 到处流程 等一年之后 一批美雪都跑不来喊我 爸爸… 那你说头不头眼? 叫东西吃一口 叫就叫, 谢谢 是 其实他们两个的眼神也挺像的 而且这里的鲜奶撻 好像挺好吃的 不如叫两个吧 谢谢, 等我 早安 早安 美雪, 我知道你一时之间 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真的是两个姐妹 同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 我们无论搞到面了 其实我很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我和爸爸也是一样 暂时之间很难接受 但是我们始终是一家人 不如找日好好坐下大家聊聊 美雪, 还没到 这里是被疗科 美雪, 我知道, 我就是探望我爸爸 慢慢来吧 你不是在扮轻音乐吗? 我是外人不方便插手 对了, 师傅如何? 你这么关心你师傅 刚才应该帮一下 现在宝妃遲不晚点? 可以 不用担心 医生说说你就不 好心的, 只是isis你 我说好心谢谢, 我说很zi心 真是, 現在女兒知道我不是親生爸爸 不知道怎麼想, 我怕她生氣了 要不然怎麼這麼晚也不來看我? 別胡亂猜, 女兒這麼孝順, 不會 別這麼忙 爸爸、媽媽 秘雪 秘雪, 來看爸爸嗎? 是呀, 我爸爸今天怎麼樣? 我今天早上幫他檢查過一寫照 是呀, 醫生說待會兒跟我不知道 做什麼震波 我沒有 看外震波碎石, 爸爸 你也知道了, 最近子遠傳到牛 真的聽什麼都聽不入耳 怎麼了?你很擔心嗎? 其實手碎很安全 一會兒你進入濕濕濕 醫生會幫你打一點震靜劑 之後會幫你拿去震石機, 震碎石 過程也要震幾次 之後你就會把石子拉出來 震的時候也挺痛的 不過這是正常現象 美雪, 我先去準備一下 謝謝醫生 謝謝醫生 不用 謝謝醫生 醫生解釋得這麼詳細, 不用怕 你看女兒這麼細心, 不用擔心 你亂發生這麼多事, 不擔心就加了 我真的怕萬一發生什麼事 看你們不到的 你知道吧, 我最捨不得就是你和我… 但跟你是說這種話, 真是的 爸爸, 其實這麼多年來 原來是你一手一腳照顧我 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 你都是我獨一無二的爸爸 沒有人可以代替 你捨不得我, 我怎會捨不得你呢 不要緊, 手術很快 你不用擔心, 爸爸 不如我等你做完手術才回去吧 不用了, 又有什麼大手術 快回去休息更好 好, 那我呢 我先做事 美雪 什麼事? 我回家給你一口湯給爸爸 拿些給你, 今晚你們有沒有人? 不用了 一做一做, 沒喝湯水怎麼行呢? 就這樣說吧 也說不用了, 我做事 對, Benjamin, 你那本書我已經拿了 對, 遲點我還給你 好, 先喝湯水, 再見 美雪 你好像在內科實習中 還在溫習神經外科那些東西? 你和范醫生真是虎虎無犬女 我想你將來一定像你爸爸那樣 成為神經外科的大國手 我爸爸不是姓范, 他姓洪 叫洪國偉 他也不是什麼大國手 他是教跳舞, 是舞蹈學校的校長 話說回來, 你畫的圖真的不錯 對不起, 圖不是我畫的 我也正好, 先走了 好, 我先趕時間, 稍後再清晰 再見 再見, 再見 這麼勤勤? 張勤寶絕 本筆記是你的? 你對神經外科也挺有興趣的 可惜連硬摩外出血和硬摩內出血都不會分 證明你還有一段時間 你怎麼知道? 那圖是你畫的? 那些畫工挺好的 原來是你 怎麼了?這樣也看不明白 要分辨硬摩外出血和硬摩內出血 一點也不困難 由於硬摩黏著頭骨 當血塊湧出來的時候 這兩邊黏著, 還未形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至於硬摩內出血 由於沒有頭骨擋住 就會形成一個新月形狀 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也看不明白 你說清楚一點, 就是教一半 畫圖就算了 如果你把衣術像你的嘴巴那麼厲害 我真是安心了 那你放心, 因為我一定會 福伯, 你的血壓很高 上壓一百九十, 下壓一百 你沒吃血壓藥嗎? 你上次說我血壓低了, 就不吃了 你波板糖就吃 血壓藥就不吃, 這樣不行 吃了…快點給我開藥, 我沒時間了 你血壓高成這樣, 這樣吧 留院觀察一至兩天 讓你血壓回復正常才走 你要我吃藥, 我在家吃藥就行了 要不要留院?這麼麻煩 留院有兩個原因 第一, 藥不是一吃了 血壓馬上回復正常 第二, 你的血壓高成這樣 我們還不知道要開多少藥 讓你才適合 要我們看著, 調配好劑量 有時候可能一種藥不足 要吃兩至三種藥, 你明白嗎? 你長編大論,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總之我不留院了 你給藥就給, 不給藥就… 福伯, 萬一你又中風 後果很嚴重 你揍我嗎? 我不是這種意思, 我想你好 冷靜點, 福伯 放手… 不斷留兩晚, 一晚一晚都可以 放手了, 你真是福伯 福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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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伯 福伯, 福伯, 福伯 對不起 想笑就笑, 你又不是第一個 不, 我不是想笑你 說你真的笑嗎?你有沒有同情心? 因為你… 不是,我真的不是想笑你 其實我是想佩服你為了一個病人 竟然肯吃一拳 你現在還來看他? 對了,他醒了沒有? 醒了,其實剛才他一時衝動 弄得有點輕微中風 但現在還可以的 不過我想多留他一兩天做觀察 盯著他的血壓 他沒事,我也放心點 你擔心自己比好,眼睛檢查了沒有? 檢查了,像媽媽說的 綠雞蛋就沒事了 你這次真的犧牲色相,損失慘重 他願意留院觀察 被他打左眼又怎麼說? 讓我走,我要回家 福豪,你先去找個醫生 福豪,你今天這次很容易弄傷自己 你剛才有一枝客出來很危險 我現在走得走得 什麼事都沒有,有什麼危險? 福伯,你聽我們說好不好? 又是你這個長喜醫生? 你什麼都不用說 我只想出院回家 為什麼你這麼固執? 福伯,你本身血壓高 這次輕微中風 你的血壓差不多到二百了 我們想你留在這裡觀察多兩天 只為你安全著想 你不用嚇我 我有什麼事,我自己清楚 福伯,不如這樣吧 你有沒有什麼家人? 我們打電他們 看他們贊不贊成你留院,好嗎? 你問我家人下水? 如果不讓我走,尿起我百貨 內因我早就彈 福伯,冷靜點,有事慢慢說 你讓我走就冷靜了 福伯…如果你堅持出院 我們醫院也不能留住你 不過你要幫我們清一張紙 證明你自己要走 如果你出去有什麼事 我們醫院是不會負責任的 一早答應就好了 浪費我的時間了 那我先去部署拿一張D.A.M.A. 福伯,不如… 你飯夠了嗎?回去看你的門診 我今天有份參與這個加碼刀手 實在令我很興奮 剛才我的患者有這麼多轉移樓 但一樣可以用監管都弄好了 真是大開眼界 神經外科牙齒有很多機會戴眼界 好啊,你用不著用力?想痛死我嗎? 為何人學車,你學車 你學的腰酸油背痛? 你別說了,你知不知道 一坐上車,一刻插著一盤輪子 已經緊張得全身肌肉都僵硬了 想不要腰酸背痛也不行 話說回來,好像連頭也尺寸了 是不是太用神了? 媽,你能不能學點打? 看來也沒有奇蹟了 不如我跟哥哥說,叫他讓我學車吧 不行 我真的不想你再為了我這麼辛苦 你學了幾堂已經弄成這樣了 你再學下去,我真的怕你熬病了 現在不是你的問題 是關乎孖子個人榮辱的問題 你大哥看死我考不到嘛 我偏偏就要剝他爬牙 讓他噎也沒得噎 媽,大哥 回來了? 小姐,有嗎? 大哥,你吃飯幹什麼? 去吧 為什麼會這樣?他生什麼事? 今天一見就精彩了 今天在門診那裡… 我剛剛用完洗手間 病人就剛剛進來 一開門,遇到他躺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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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 真是黑仔,對嗎? 真是沒事吧? 要不要用雞蛋給你滾一下 不用,沒事 沒事…你當然沒事了 我有時再不吃幾天,我暈倒也會刺 媽媽,早就好了,等你們回來 龍仔等到在哥哥的房間睡了 對了…我去開桌吃飯了 快點叫小哥 他今天還要睡嗎? 龍仔,起來吃飯了 龍仔? 龍仔,你幹什麼? 你真的無論你扔了床單到街上? 你知道這裡這樣嗎? 被慶祖叔叔抓到,我抓去坐牢 到時候你沒有爸爸照顧 你像我弟弟來 不是 怎麼濕的?你不是吧?你有賴嗎? 我也不想的,只是跟給你們發現 所以就打算… 搞什麼搞這麼久?吃飯了 這麼好,幫我換床單 不換也不行了,你看看 小朋友嘛,意外的事一定有,不要緊 一次就說而已 這個星期就第三次了 我怕他,身體不知有什麼事 龍仔,我告訴乾爺 最近安靜時有沒有痛、熱的感覺? 為什麼你不說話?你知道哪裡… 來…讓我來…別勞氣 最近有沒有經常都急尿 經常都想去廁所 摸幾乎都摸不清的嗎? 不行,不給,不准 不是吧?加了我真的有事 我想請兩天嫁,那也說不行 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現在是不是要我再說一次? 現在我真的有尿道嚴 他很需要我照顧他,你知道嗎? 備尿科有護士,一樣可以照顧你的兒子 我們人手不足做到踢腳 你能說得通嗎? 現在好像難道我為你嗎? 我身為護士,當然由我照顧是最好的 你還記得你是護士嗎? 你為了你兒子經常遲到 做事又慘了 我的眼睛開眼睛就算了 現在你的兒子尿道嚴而已 又不是大病 為了他,把整個摸病都不理 你又很專業精神 你知道小朋友有病 是很需要親人去照顧他嗎? 算了,你打得不懂我那隻怎麼會明白? 說什麼?李小燕 說什麼?陶家曼 我告訴你,你批也好不批也好 我允許你請假的,最多我不做 你… 龍仔 老爸 龍仔,怎麼樣?有沒有好一點? 剛才醫生哥哥給我吃了一些肉 他說吃完就會很快就好回來 讓老爸看看,醫生跟我說些什麼 嚴了一療,打了抗生素,然後再抽血 藍姑娘 你抽血? 是呀 龍仔,不用怕 請哥哥幫你抽血,不會太痛 即是,他就是我的兒子 我看來抽血這件事由我親自來 是比較適合的 藍姑娘,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真的對我沒有信心 我這次不和往日了 我的手勢是H級,你放心 你對大人當然是H級級 但是我兒子這麼小 那些血管只是低調而已 告訴你,他當然不中毒得了 遲些,我來安排個煉光錦 將來來一個世界的巡迴演唱會 這樣就讓你搞快 隨時不見五、六百萬 藍姑娘…你不僅長氣 就有很嚴重的妄想症 總之呢… 行…藍姑娘,他是你的寶貝 我交給你處理好嗎? 好…謝謝 龍仔…爸爸親自幫你抽血,好嗎? 爸爸,你真聰明 連醫生也聽你的話 辛苦了 幫你檢查過一切正常 你可以出院了 謝謝曉醫生 姑娘,麻煩你安排鴻先生出院 好 伯父,那你先休息一下 謝謝 鴻先生,麻煩你身份證 行了,謝謝 謝謝,姑娘 不用了 小小意思 范醫生,你真是有心 醫生說我今天可以出院了 是嗎?那好吧 不好意思 其實我今天來是想跟你說一聲謝謝 謝謝你楊大美雪 不容易的,你知道她不是你的女兒 但你依然很疼她 這麼多年來盡心盡理她 教育她 我覺得你很偉大,謝謝你 你這麼說,我就會安心一點 我真的怕你怪我們 這麼多年來 我們一直都隱瞞著你一個女兒 其實是我自私 我不捨得美雪 范醫生,對不起 別這麼說 換算是我,我可能也會這麼做 美雪今天有這麼厲害 全靠你這二十多年來的食心照顧 沒有你的愛心,沒有今天的美雪 我對著你和我有點殘忌,真是 別這麼說 什麼時候有空,進去吃飯 好,我請 好 龍仔怎麼樣? 鹽州療,是細菌感染 醫生替他打抗生素 說過幾天要好一點 沒事就好了 你怎麼樣? 怎麼樣? 我收到風,有人為了照顧兒子 和陶姑娘吵得拆了天 還說要辭職,不用這麼激? 說起 你跟我過來 我說起,我就是把貨貨 你也知道我九代單純,只有一顆兒子 龍仔病了,我當然要照顧他 我請假,那婆婆不讓我請 還要咬著我不放 豈有此理,這個環境我還不剷他? 你說我說得對嗎? 對 你也說對 陶姑娘對 什麼? 他對,我也緊張了兒子,我有什麼錯? 緊張兒子沒有不對 只不過你為了照顧龍仔 堅持請假就不對 你真是信不過被廖科的醫生和護士 你自己也是護士 如果其他同事這麼看,你會怎麼樣? 我又別說他們不對 關他們什麼事?他們又沒有失職 你沒說出口,但是行動做了出來 還有,你身為護士貌貌然辭職 別人覺得你沒有專業操守 底下會花的 不懂得不懂就打世家了,怎麼這麼厲害 這行的行頭很窄 記錄已經花了,沒有醫院聘請你 還有,你人到中年 除了做護士,你還會做什麼? 你還帶著兒子,沒了工作怎麼辦? 老套一點說一句 你不為自己,也為兒子 你真是老套,這句話 我以為我是長氣,你比我還長氣 放心吧,我會被小龍餓餓的 那些咖啡、奶茶、汽水、酒 那些高糖粉飲品就不會喝 知道了,范醫生,我會的 美雪 美雪 爸爸 美雪,范醫生專程來探望我 他很有心 好,對了,護士跟我說 我是Dr.肖讓你今天出院了 是啊,我還打算叫你媽來接我 早就叫了,一組 聰明 從小到大,我都這麼聰明,這麼聰明 像你嘛,爸爸 不如我請你回去吧 不好意思,范醫生 你這麼忙,不要麻煩你了 不要緊 不要了,我爸爸剛才能出院 我想要好好休息 不需要認查這些無謂人 美雪,不好意思,這番醫生 他從小到大都是這麼崛擂脫 你不要介意 不要緊 那我先走了,你多休息 我先走了,美雪 再見 再見 爸爸,記得回家喝了一杯水 每天要喝十至十二杯 咖啡、奶茶、高糖粉的東西 不要喝,知道嗎? 知道了 其實你這番話 剛才范醫生也跟我說過了 我幫你拿著腿刀,對著這個東西 在練腿刀劑 是啊 你剛才學完腦癌摩出血 這麼快學腰椎穿齒? 我答應過自己 無論多辛苦 我都要成為一個神經外科醫生 雖然現在我不在神經外科做實習 不過所有有關治療癌的東西 我都想認識多一點,學多一點 不過治癌癌真的很難 就像抽脊髓一樣 就算找到落針的關節 但我都沒什麼把握 可以抽出脊髓 其實抽脊髓 最重要是把握關節之間的空位 和落針的力度 如果刺得不好傷了微絲血管 污染了脊髓 那就不僅是白費工夫 亦令病人受苦 書本知識我有 譬如說脊髓有雜質 即是代表病人的脊髓 和腦膜可能有病變 不過至於落針有多準成 我想真的靠師傅才行 我做事師傅 你肯教我?是不是真的? 我是說謊嗎? 謝謝你一件口,遲些吃飯我的 不要開心,有條件的 只要學到東西,什麼條件都行 不准反口的 一定不會 好,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 早安,美雪 你上次是否想約我和你爸爸吃飯? 是呀,你真的想吃嗎? 我開始說笑了嗎? 如果你吃飯的話,快點餐定時間 你知道我們家人多忙了 好,我馬上打電話給爸爸 約了時間之後,回覆你 真的?美雪主動約嗎? 我記得…一定準時到 好吧 好,快點 Elaine 是 和我四點打後的預約全部解決 我八點半有個非常重要的約會 你八點半才約了別人做 你這麼早就解決? 我有很多東西要準備 有很多東西,你會否改變主意呢? 他平時上班很少遲到 可能塞車,我叫他 不用了 美雪 剛剛想打給你 還以為你有什麼事? 塞車嗎?這個中宿附近很塞車 不是,腦袋不知多順 我自己遲去出門口而已 看看想吃什麼 這裡的抹茶最出名 燒牛仔也不錯 不用了,我下午吃了一些東西 現在還有點飽 我下午吃了一杯冰淇淋 謝謝 那一杯冰淇淋,吃午餐吧 好 兩份吃午餐 謝謝 爸爸,幸好我們沒有點 剛才你還沒來,我們想幫你點東西 但又不知道你口味 對了,其實你平時喜歡吃什麼? 我記得… 我記得你媽媽最拿手做蒲國雞 你是不是很喜歡吃? 不錯 其實你有很多東西,我們都不太清楚 譬如你從小到大的生活 你讀書很厲害 洪先生說你從小學到中學 連年考第三年之內,是嗎? 讀書的東西,勤力一點就行了 也沒什麼特別 美書,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我告訴你,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想有個小妹 爸爸,你記得嗎? 我小時候有個很喜歡的洋娃娃 我經常替她扮靚、穿衣服 我每次去街頭都帶她出去 我記得… 後來好像弄髒了 然後被Yu姐扔掉了 你哭了一整個星期 是呀,你看我哭得這麼淒涼 後來買個新的送給我嘛 誰知道你就是要回舊那個 新的那個拆也沒拆過來玩 你氣死了 是嗎?我哭了一整個星期這麼久嗎? 沒有,那時候你姐姐的名字叫馬念水 因為她經常流馬念 爸,別在這裡說你這麼莫敵的名字 美雪 抱歉,你們可能覺得這些很有趣 不過我的興趣也沒有 很重要,那時候其實… 不如算吧,你們不用不辛苦找話題 你們有辛苦,我也尷尬 不如你們靜靜地吃完一頓飯 我靜靜地喝完一杯飲料 一個小時就走了 美雪,你怎麼可以這樣跟爸爸說話 我怕你們說,其實我今天也不太想出來 不過一見口話 如果我願意出來和你們吃飯的話 他就會教我要追穿詞 病人有老母鹽病症 要確定病情,就要幫他抽骨髓 首先幫病人縮起雙腳,上到胸口 好像亂攻蝦米一樣 接著做局部麻醉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令他於椎間的胸位 長大,針就比較容易刺進去 消毒後就可以把腿刺進去 下針那一刻要成水平線 腦袋想著向肚臍方向刺 進去之後繼續刺 直到你覺得前面又要靠著為止 那些人帶來,你要繼續刺下去 直到沒有東西擋住為止 你這見口,剛才全靠你 我才有機會做那個Lumbro Punch 我現在想起來覺得很興奮 那也要靠你自己不斷練習 才可以一次搞定 據我所知,第一次做腰椎穿切 就成功的例子,不是這麼多 我知道,因為我天分高 厲害了 我看電影,看到實習醫生 第一次成功的老闆也會送香檳 給他當鼓勵 不如你送一支香檳給我 我不是你老闆 真是孤寒的 不送香檳給你,就說我孤寒 人家請你吃飯就敲我黑臉 你也挺雙重性格的 昨晚那件事,你知道了嗎? 那倒是,你跟他們那家人這麼熟 他們怎麼會不爆香口呢? 師父最初不肯說的 是魚仔告訴我而已 我教你抽脊髓 是想你們一假日 開開心心坐下來吃頓飯 天天弄得這麼僵 有些穩困結不公平 那不是你想我怎樣 對著飯占我假裝可愛 像爸爸一樣 這二十多年來 我頭沒見到他三次 你叫我認他當我爸爸? 給你一塊錢,你能不能見得出? 可能我們一家三口,開開心心 爸爸媽媽又疼我 不過我又做到我最想做的醫生 誰知道無緣無故弄出一件事 總之想起就煩了 我很明白你現在的心情 不過想心一層 真的與我師父無關 他只是最近才知道你是他的女兒 如果早點知道,我敢說 結果一定不是這樣 隨便吧,不想再看 我知道我師父一直都耿耿於懷 他覺得自己沒有盡我做爸爸的責任 如果可以的,給他一次機會 我不知道,不要再問了 今天我很開心,可不可以別提這些事 你決定吧 謝謝 你又吃了藥,又做了迷你治療 對你的座骨神經痛仍然沒有改善 我建議你不如做手術 在調味龍骨開刀,萬一出善謀很大劑 其實很小事 你是由於椎間盤脫毀導致座骨神經痛 只要做微創手術 替你清除壓住神經線的組織就行了 好像這麼複雜,醫生,你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 首先在背後墮開一個洞 找出脫毀的椎間盤碎片 用吸管清除它 透一至兩天就可以出院 過程又安全,復原得又快 聽你這麼說,又好像挺安全的 你放心吧,手術不複雜的 我寫一封信給你,前面你去做手術 好,謝謝你,醫生 那…我到時全靠你了 你的手術應該不是我負責 你對手術這麼清楚,為什麼不是你做 你放心吧,這裡每個醫生都很專業 排好期再通知你 好,那我等你通知,謝謝醫生 時間剛剛好,我們今天的症犯都看完了 對了,腹八應該今天腹診 為什麼還沒見人? 下班也沒見到他,應該不會來了 張醫生,我走了 我走了 找醫生 瑜伽,找我有事嗎? 沒有,打算來看看你何時有空 想約你吃飯 謝謝你叫美書約我和爸爸吃飯 不過我越幫越忙,令師父不開心 其實他沒事的 他也知道一時三刻不可以改變什麼 他謝謝你的心意而已 那宅一不如坐下,就現在了 你給我五分鐘收拾東西 你不是在醫院門診部 經常做到過了時間才下班嗎? 為什麼今天這麼好,不準時? 我不下班,姑娘也要下班 無謂阻礙人 看你的樣子,有人告訴你嗎? 其實也對 醫院有醫院的規矩 醫護人員也有自己的生活 如果我每個病人都看過了時間 就剝削了其他人的私人時間 我明白了 我應該是讚你,懂得顧人感受 思想成熟了 還是應該彈你沒有以前的火呢? 我開始明白到 不是你想做得好就行 醫生不是萬能的 是要很多東西配合的 例如醫療制度 其他醫護人員,病人本身 如果病人也不愛惜自己的身體 我們可以做什麼了? 難道你真的困他在醫院 牽牠吃去打針嗎? 我更加明白了 你並不是沒有以前的火 不過是明火變成文火 無論如何 其實我們都是服務性行業 最重要是病人開心 不來投訴就行了 阿福,你別這麼難睡了 快點起床 很晚了,我要回家 福嬸 為什麼福伯會和福嬸一起跳海自殺 我們社署一向都跟著福嬸的案件 前幾年,福嬸有腦退化症 他們兩個人無兒無女 福嬸的日常生活 都是由福伯一手照顧的 我終於明白 為何福伯一直堅持不肯入院 他一定是怕福嬸沒有人照顧 其實福伯可以把福嬸送去老人院 我們勸過福伯很多次了 福伯無論如何都不肯 他還是要堅持自己照顧福嬸 那些警察在福伯的東西找到封遺書 前幾年,因為福伯中過封 他怕自己時日無多 走過之後沒人照顧福嬸 所以就買了什麼傻事 福,快點起來,我要回去的 福嬸,福伯很累的 不如我先送你回去吧 你是誰?我不認識你的 阿福叫我不要亂跟著那些生寶人 不如讓我試試 福嬸,我是福伯的醫生,我叫張一劍 你是張醫生? 你認識我的 阿福提過你,說你這個人很兇 以後很囉嗦,經常都想到不對 不過他說你這個人真的是個好醫生 既然福伯都這麼說 希望你相信我 不如這樣,我先送你回家吧 好…那福他什麼時候回去? 福嬸,福伯現在他很累,想多睡一會 我們先回去吧 好… 那我先回去,你快點回來,福伯 是,你先回去 來,聽我再說 剛才那個社工跟我說 好,我稍後會送福嬸去老人院 福嬸,口不口渴? 要不要倒杯水給你喝? 不用了…我不口渴了 你累嗎?不如進房間休息一下,好嗎? 我今天還沒吃糖,我要先吃糖餅 糖? 吃什麼糖? 波瓣糖嗎? 我還吃波瓣糖? 醫生,你快點開藥,我不可以餓了 福伯,你過血壓還吃這麼多糖? 一定要再去百血管 醫生,你長在我老人家 阿福,昨天買了很多房子在雪櫃裡 每天都給我吃 不如這樣吧,我們進房間休息一下 我待會兒拿給你,好嗎? 來 福伯,你聽我們說好不好? 又是你這個長期醫生 你什麼都不用說 我只是想出院回家而已 福伯,不如這樣吧 你有沒有什麼家人? 你不是把我家人放下水 如果不讓我走,瞄起我八火 女人我一樣照打 福伯,不如… 你犯了沒有? 我現在回去看你們的毛巾 你沒事吧? 沒事 好,謝謝 好,謝謝 社工打電話來,說福伯剛離開了 為什麼我這麼粗心大意? 我那天看到福伯拿著一大袋波板糖 我還罵他,說他不愛惜自己的身體 原來我錯了 波板糖是用來哄福神的 其實這是你不想要的 我們是醫生,不是超人 我們不可能知道那麼多事 為何我不做多一點點? 如果我問清楚福伯 為何一直堅持不肯入院 我就知道原來她有個腦退化的老婆 我…我可以找社工幫她 那整件事就不會這樣了 為何我不做多一點點? 別這樣了,其實你已經盡了 醫生要盡的責任了 沒有,我沒有 我一直想如何治好福伯的病 我沒想過如何治好她的人 我只會埋怨制度,埋怨病人 我怕被人投訴 不過,如果我多做一點點 整件事不會這樣 為何? 為何我做了這麼多年醫生 到這一刻我才明白這個道理 為何? … … … B B … 我会修改 如果当晚没透分神来 紧张布置 如果不必会再猜疑 如果仗对白雪的平凡 不加讽刺 如果真的可有下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